哈囉 大家好 請 那今天繼續來我們這個部落衝突日記啦 那最近基本上大家有看了大家的留言啦 哲平不是大家有看了大家的臉 哲平有看大家的留言就是說 今天哲平都先不要升我們的大本營 因為大本營先升上去的話 好像叫做就是衝本吧喔 就是把我們這個本營拉到一個比較高等級 這樣我們就會被打爆 但是其實我平常呢 我基本上每天都已經被打爆了好不好 我的防守失敗 我的防守成功 欸其實成功了還滿多的 然後你成功就會加倍數這樣子感覺 然後最近基本上我們都是一直不斷的在 升級我們這邊的資源啦 就是先把我們這邊的這個金礦啊 還有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聖水給它拉高 所以也沒有太多的東西可以給大家看 因為就是一直在做這個東西 有沒有看到我這一集跟上一集 基本上拍的東西就一模一樣對不對 哈哈哈哈 然後我試一下今天先打一點點故事 然後我之後的話應該就是會開始 就是自己慢慢去打故事 我先把故事打完這樣子 因為目前來說如果不打了 我好像也沒有辦法做什麼事情 啊我怎麼只剩這幾隻巨人了 邀了個許我怎麼只剩巨人 好啦 兩邊派巨人直接過去打可以吧 我這個一堆那個欸 還有一大堆那個炸彈欸 那埋炸彈是不是 啊我覺得我這樣應該會完蛋欸 因為我居然只有這個巨人欸 啊他不是跟我講說那個 那個什麼就是 那個什麼就是放人的地方已經滿了嗎 還是其實是因為巨人很佔空間 所以導致於就是我們那個 我們只能就是那個什麼 我們只能就是那個就是放十隻巨人 然後我們那個野蠻人跟我們弓箭手就沒辦法放 也是有可能的啦好不好 因為我們現在計程上我們那個部隊的那個製造欄啊 就是一直都被這個巨人佔滿滿的 但是現在就OK 好這個把砲塔打掉之後就是看這個巨人慢慢表演的這個時候了喔 那其實我們平常的時候就是如果我們自己資源就是不夠的時候啊 我們也是可以來掠奪或是打這個故事模式然後拿到更多的這個錢 但是最麻煩就是我們必須要先把我們的金礦那些就是 拉高一點點不然我們就沒有更多的這個空間 然後有觀眾留言就是跟著名講說就是 我們去隨機到別人的這個村莊也沒有關係 因為隨機的這個村莊好像是會隨機就是跟我們相同等級的 所以我們的大本營是三等的話應該也是會給我們 就是大本營三等的這個對手這樣子 所以大家才會建議就是哲平不要那麼快的先充本 然後這款遊戲說真的他沒有辦法那麼速成欸 他真的是要慢慢玩慢慢玩慢慢玩 然後慢慢去打慢慢去打 然後慢慢把你的東西建立起來喔 所以比較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只要有一點點就是新的一些東西的話 哲平就會再來更新給大家看啦 試一下都還有繼續在就是蓋我們的這個房子喔 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 不是玩一下就不玩了 這款遊戲我覺得真的還滿好玩的 OK 堪稱完美 那我們這邊就獲得了很多這個有沒有 然後我們聖水就滿出來了 這個好像就也不是一個頂好的這個消息啊 有沒有看到我們這邊這個要升級就是必須要 等我們這個義分多鐘把這個拿高有沒有 要不然就是你要再擴充就要再500G這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也沒有其他的東西可以建造 喔這些都是要在那個 喔這個建築人工坊就是那個啦 就是再開一個這個 再開一個就是建築人的這個東西對不對 應該就是這個意思 OK 那整體來說目前來說的話我們大概就是 在目前這個階段當中 然後錢包這些都還滿多的 然後就是 太多了這個資源了 然後我們現在喔 有沒有看到我們那個巨人被打死之後的話 應該是剛剛我想的那樣就是 巨人被打死之後我們這邊才可以叫 生產更多這個這個野蠻人 喔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全部都被那個巨人佔滿了這樣子 可是這個訓練營的話好像就只有一個耶 因為我想要再蓋另外一個這樣會比較好 因為你就可以比較好的就是那個 該怎麼說就是 比較好的生出更多的這個 冰種啦喔 然後這個是不是應該也可以那個啊 喔這個是冰營2耶 然後這個是訓練營 冰營2是幹嘛 冰營2是 幹嘛的 冰營2跟這個訓練營是不一樣的耶 啊訓練部隊都是一樣的 啊冰營的話應該就是 那個整體的這個滿的這個程度吧 但是你也沒辦法升 你知道嗎 沒辦法升我們這邊的這個 冰營的這個等級 哎呦啊可以升級啊 我在說什麼 升級之後我們那個空間應該就更大了吧 啊對啦對啦對啦白癡 對啦 哈哈哈 所以我們現在有很多東西要升 因為我現在基本上都是 先把這個錢啊 都先升起來 還有這個 聖水的這個聖水瓶 這個聖水器給他升級起來 但是我都是 先把那個劍道都先弄起來喔 好 再打一場 再打一場我們另外一個建造應該就好了 然後我們這邊就有一隻巨人 跟45個這個野蠻人 這邊就先一個巨人吸引這個砲塔 然後 野蠻人衝啊 這應該ok吧 我們就直接從這邊來 然後這邊我們也可以直接野蠻人打砲塔 有沒有 直接來一個這個 送頭戰隊 因為我們現在基本上說真的 我們那個什麼 我們那個 整體的那個什麼 整體的那個真的太多了 欸不是欸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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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完了 我失敗了 地雷大隊耶 哇 那完了我們這邊應該要怎麼樣 我們這邊應該要先踩地雷各位 完了我們這邊失誤了 我們應該要先踩地雷 然後踩完之後再派一波的那個 過去 完了沒兵了 沒兵啦 但是這個好像還蠻快的 好啦這個弓箭手部隊 好像還是需要一隻巨人耶 然後我們剛剛那個沒有打贏的這個是不是就可以在那個 再打一遍 想一下喔 一個野蠻人我覺得這個 20的這個弓箭手應該 你打不贏算了結束戰鬥 這個兵種這個 兵力懸殊不行喔 好 我們這邊又多控出了一個了 那我們應該是 來升一下這個吧 15分鐘的這個兵營這樣子喔 OK 然後大家有跟我講說可以去看一下我們的烏龜 然後看一下就是我們的活動關卡要怎麼打喔 這邊有在慢慢來再做一波研究 今天我們先來尋找一下這個目標怎麼樣 打一下我們這個多人遊戲 來打一下看看 在護盾保護期間發動進攻 扣除3個小時 你可以隨機搜尋對手 但是一旦發動攻擊 你的護盾時間就會相對應的減少這樣子 喔 怕屁怕 來啊 雖然我的這個陣型 靠 怎麼感覺 怎麼感覺人家的這個陣型都這麼可怕啊 誰跟我講說 誰跟我講說會那個了 會很像的 沒有啊 這邊怎麼看都比我還恐怖 而且我的隊伍陣容是不是 沒辦法打啊 算了 我現在就是沒辦法做任何的事情了 笑死 我的冰種 我的冰啊 我的冰升那個啦 除非要加速啦 但是這個太不ok了 可以 我們先把 多一點這個野蠻人弄出來 感覺還是要再放一隻巨人會比較好一點點 然後研究這邊的話會有這個 是怎麼樣 升級的對象 喔 你還可以去升級這些角色 但是是需要用我們的這個聖水來升級 所以 聖水這些東西還有我們金幣這些東西 就變得非常非常重要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平常就是 那個補兵跟升兵啦 這些也要一直按 因為你不按的話 他可能就 沒辦法讓你補兵跟升兵了 其實他們升得還蠻快的啦 5秒就有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慢慢來再把我們這個陣型 往外擴 應該就可以了 好 再打一次這個好了 應該夠了吧 28隻跟12隻 我覺得現在就是先 先 先惹扛吧 應該放個四隻出來打兩邊 還是我們從這邊啊 這邊好像比較薄弱對不對 1234 然後後面放個多一點弓箭手 這樣子 然後先讓野蠻人進去 採地雷 先讓野蠻人進去採地雷在那個 因為我們現在 要攻另外一邊的話比較尷尬一點點 還是我們的這個弓箭手可以直接從外面射主堡 可以喔 全部掛光光了 我們這邊再放一隻進去死 去吧 野蠻人 採地雷 再放一隻進去死 你看這就是有權者的這個能力 你知道嗎 喔 好恐怖喔 這個國王就是這樣去 去把那個就是士兵弄死的 你們知道嗎 我們這邊先努力的先派進去然後看一下 能不能那個 能不能先把地雷踩爛 然後這邊五隻 又從這邊開始來了 就用這個方法吸引 我們就是一個偷雞摸狗戰術 應該就沒問題 然後直接從這邊射砲塔 加油加油 可以打 欸不要 NO 全部死呱呱 完了 那樣就不行了各位 那樣就掛點點了 我覺得弓箭手好像還是一定要伸個幾隻出來 弓箭手要伸個十隻吧 然後再伸個兩隻巨人 應該會比較好 因為弓箭手可以直接就是在外面直接搞對不對 感覺這個是OK的 但是我們這邊東西又滿了啦好不好 所以這個 比較麻煩 所以應該是優先要先弄這個聖水瓶 還有就是這個金庫 但是聖水瓶好像忘記弄了 我好像都在用這個收集器啊 尷尬一波了喔 那大家會建議哲平先生哪一些東西 也可以跟哲平分享一下喔 那 試一下的話我應該會先慢慢的先去打一些東西 然後下一次 我們的這個城鎮 慢慢變大之後的話 再來問大家要如何去配置我們這個城鎮 然後讓別人就是 比較難打贏我們的這個主堡喔 到時候再麻煩各位老師們啦喔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下輩子見囉 大家掰掰